您好 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做了很多期的案例分析 在这些案例分析里头 我们看到了很多在YouTube上的频道组 都赚到了很多很多的钱 尽管如此 有一个问题不断的被大家问到的 就是做频道组发布视频 究竟能不能赚到钱 如果能赚到钱 究竟能赚到多少钱 我想大家只要去看看那些案例 就知道确实是能赚到钱 并且有的人还因此发了大财 今天我主要是想来回答大家 究竟他能够赚多少钱 我想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 用实际的数字来回答 而不是像案例分析那样子 凭古迹来回答 在YouTube上面 有很多的频道组 大大小小的 他们在赚到钱以后 有一些人就把他们真实的赚钱 数据发布出来 从这些已经发布的资料里头 我们能够精确的知道 他们究竟赚了多少钱 在衡量一个频道 做内容赚钱能力上面 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不是他赚了多少钱 这样一个总数 而是讲他千次观看量 究竟能赚多少钱 就是这个CPM 我们在做案例分析的时候 每次对那个CPM 都是凭我的经验估算的 但是今天我要给你看的实例 就是这些人实实在在的公布的 精确到个位数的CPM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六个这样的实例 通过这些例子 大家就能够真切的感受一下 做视频 究竟哪一类的内容特别赚钱 哪一类的内容 虽然很多人观看 但是其实赚不到多少钱 这为我们进行内容的创作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导 接下来我们就依次来看一下 这六个频道 第一个频道的频道组 叫John Cho 他是在温哥华的一个华人 他在2016年的11月份 总共有19万1000多人 看了他的视频 他这一个月只赚了339块4毛2的 YouTube的广告费 那么这个CPM就是千次观看量 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把他赚的这个钱 除以他的总观看量乘以1000 那么每1000次观看量 他能够赚到1块7毛7美元 第二张图我们看一下 还是这个频道 这一列是他的视频的名称 然后这一列是每一个视频观看的次数 这一列是单一视频赚了多少钱 你看我用同样的计算方式 给你用这个数字 除以这个数字 再乘以1000 就可以得出这个视频 他在11月份赚了63块6毛3 平均每千次观看量是赚了1块7毛5 那么第二个视频是9毛6分钱 第三个视频是5毛8 第四个视频是1块6毛3 第五个视频是6块3毛5 注意了 在同一个频道 每一个视频的赚钱能力都不一样 看这个赚钱赚得最少的是什么 是怎么样切菠萝 大家看 他每千次观看量只能赚到5毛8分钱 所以他虽然的这个观看次数不少 但他总共赚了11块钱 大家来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他怎样一个月赚10万美元 这个视频呢 只有2000多人次观看 但是呢 他赚了16块多钱 你看 他的CPN就非常高 每千次观看能赚到6块3毛5 切菠萝这个视频看的比他这个视频多得多 但是赚的钱还没有他来得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注意 CPN是赚钱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谈赚钱的这个视频 他的赚钱能力来得强 我们看第二个频道 你看他这个频道在2016年的12月份 总共是有200多万的用户观看量 然后他总共赚了5000多块钱 你看他这个赚钱的能力就比刚才第一个频道来得强 你就可以看到他观看数比他多 赚钱能力比他强 所以他这个数字你看就比前面的多得多 前面那个只有300多块 他有5000多块美元 第二张图同一个频道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2015年的12月份 到2016年的12月份 注意看了 这是赚钱从一个月6000块钱 到7月份8月份的时候赚钱将近不到3000块钱 你可以看到在一年之内 他这个幅度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 就是CPN是随着季节会变化的 你看12月份是什么 12月份是商业的黄金时间 所以很多生意都要在这个时候大做广告 所以这个时候广告费很多 7、8月份是什么 学校放假的 暑假的时候这是淡季 很多人度假了 随着9月份开学以后 生意又返回正常 一直到下一个年的12月份 黄金时间又来了 所以一年的收入情况 这是一个正常的波动情况 对于一个频道组来讲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再看第三个频道 这个频道它在过去的28天 是有200多万的这个观看量 也赚了5600多块钱 所以它的CPN是2块6毛1 再看这个频道的第二张图 从2016年的6月份到2016年的10月份 这个季节最高峰的是 它一天能赚到将近4000块钱 这些点也是一天能赚到1000块钱左右 这个人的赚钱曲线非常有意思 在这几个月之内 有好几个风骨 你如何解读这张图 这张图说明的意思 是这个频道组 它在这几个节点上面 出现了火爆的视频 它这个视频的观看量 在这几天之内一周左右 过了几百万的观看量 所以它集中在那几天赚很多的钱 然后流行过来以后 就趋于沉寂 然后又有一个视频 出现一个小风骨 又有一个视频 又有一个视频 这也发布了一个不错的视频 这一下子又发布了一个 相当流行的视频 所以一天它能赚到1000块钱 然后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了视频 所以这个图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个家伙 它的短期爆发能力特强 它有的时候做一个视频 一下子就能火起来 你看到2016年 10月份的时候 连做了好几个视频 都非常赚钱 在这个时候 它应该再接再厉 它就能够把这个台阶稳住 然后赚钱一直就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 对于这个频道来讲 是一个关键关键的地方 这个人如果会读这个图的话 他应该出现了这个视频以后 他应该紧接着就是高密度的打量 打这一类的视频 把这一个火爆的视频 试图做成一个系列 这个打法就应该这样的打 他有了一个视频 他有个机会 他放弃了它 所以很快就下来了 如果我能应允这样一个频道的话 我一定是在看到某一个这个地方以后 我会特别的注意 这是哪一类的视频 它为什么火起来了 那么我紧接着就快速的制作同类的视频 你紧接着第二天 第三天做制作的视频 一定是跟那个关联的 看完那个火爆视频的人 一定Google会推荐 这个你后面这个视频给他 如果你那个火爆了一个礼拜 你后面没有后续视频 你再来做 过了两个礼拜再来做 那可能他就不会被推荐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频道主失去了 我希望他在这个地方是领略了这种东西 所以他不断的能够在高位持续 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 如果他再回来以后 他下次再要打量就非常难了 他因为把握这个时机 在这个地方密集的出同类的视频 那么他就能在这个地方建筑一个平台 使得他这个整个频道的量 就上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这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很多人没有经验的话 碰到这种图 一下子就头脑冲昏了 天天就坐在那个地方数钱 而错过了这样一个绝佳的 以指数级速度 发展你频道的机会 将来我的频道如果出现这种机会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它 一定会通过这样一个东西 几个月时间就让这个频道爆发起来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样一幅图 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头 一旦你的频道将来出现这样的机会 一定不能让它回落下来 要让它这样子就上去了 第四个频道 它有66万个观看量 在这一个月赚了1269块 它的CPM是1块9 第五个例子是我们前面做的一个案例分析 叫做动画书评那一集里头讲到的 在这里我把这个例子重新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CPM 它这一个月是赚了3665块钱 而它这一个月的流量是110万 所以计算这个东西 把钱除以这个流量乘以1000 就会得到它的CPM是3块2毛4 你看相当的不错吧 做书评 做一点简单的动画就能赚到 这样一个CPM赚钱能力 还是相当厉害的 比你到外面去拍一大堆的视频日志那种东西 赚钱可能还要厉害 这个3块多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CPM 最后这个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频道它厉害了 它只有358000的观看量 但是它就能赚到2000多块钱 它这个CPM就厉害了 有6块6毛7 所以1000人次的观看 它能赚到6个美元 这是相当厉害的 我们来细看一下它这个频道 你看赚钱最厉害的是这个视频 有8块多钱 这个视频是什么呢 12种在家里头上班拿到高收入的工作 第二个是 也很高 7块4毛1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赚钱的10种办法 只要讲赚钱的 创业的 或者是经商的 或者是介绍别人怎么使用信用卡的 这一类 这个CPM都高得惊人 但凡跟钱沾边 什么跟钱沾边沾到最近呢 教你怎么赚钱 这种沾的最近 还记得前面讲的那个 怎么样削波罗的那个视频 1000次观看量 只能赚到几毛钱 你看看 它这个东西能赚到它10多倍的这个钱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应该做哪一类的视频了吧 好了 看完了这真实的6个例子 我在这个地方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里头有很多很重要的信 第一点就是影响这个赚钱能力 所谓的CPM的因素 很多很多 有季节 有内容 还有其他相当多的因素 第二点 CPM的季节特性特别明显 在旺季的时候 你能赚到夏季几倍的钱 第三一点 各个频道的CPM的差异很大 就是你做读书类的 和做那些手工类的 和做那些教人家赚钱的不同的频道 它的赚钱的量差得很大很大 第四一点 同一个频道里头的 单个视频之间的赚钱能力 又不一样 这个概念 对很多来讲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有的人认为 你CPM是1.8 2.0 我就每一个视频都是一样 不是 那是你整个频道的平均赚钱数 你一定要在你的后台 去分析你的数据 究竟哪一类 你做的内容是最赚钱的 然后加大那一部分内容的量 下一点观察 就是如果你的内容能吸引到更多的 更贵的这样的广告的话 就自然会有更高的这个CPM 就能更赚钱 所以你要从一个类别 一个行业去考虑做你的内容 比如说你专门搞汽车这一类的 你的CPM一定是不会低 因为全世界的汽车 是大量的广告在外面 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 做这一类的内容 吸引到你这个垂直领域里头那些大的广告族 最后一点 广告费这个东西 没有谁知道你明天会赚多少 下个月会赚多少 Google是整个的算法 在里头自动的派发这些广告 每一个广告在你这边放的 是什么样的单价 是完全动态的 它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软件在里头自动的运行 任何一个人 连Google都不知道 你明天将会赚多少钱 因为连那个广告商都不知道 明天他付了30块钱 究竟这个广告会放多少次 会在哪一个人的视频上播放 所以你不得不相信 Google到月底跟你结算的时候 讲你这个月赚到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相信他的 他不可能刻意的 通过后台的程序参数的调整 让你该赚到100块钱的时候 月底告诉你讲 对不起你赚了60块钱 只给你60块钱 这种事情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 他是不可能干的 不是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声称不作恶 而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律的体系里头 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因为一旦被捅出来的话 他根本就是偷鸡不成 舍了一把米 所以我们基本上相信他这个后台 显示的给我们这样的数据 好了分析和总结 就到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看的六个例子 都是完全真实的这个数据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频道之间赚钱能力的不同 从从千次观看量的快把钱到好几块钱 实际上我看过更高的有千次观看量达到几十块钱的都有 所以在YouTube上面做内容 如果你的内容的类别选择恰当 而且你又能在那个类别里头做出来做成自己的三头的话 你是会相当相当赚钱的 我今天做这样一期视频的主要的目的 一个是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这个数据 我为什么在做一些案例分析的时候会估计某一类的频道 他的赚钱的CPM是几毛到一块 有的又会估计三块到四块 这个就是根据我这么多年看过不同的频道所积累下来的真实数据的经验 另外一个目的 我也想通过给那些至今还怀疑 通过互联网做视频能够赚到钱的人一个明确的回答 因为很多的人对这样一种方式赚钱还抱有极大的偏见 要么认为这是骗局 要么认为你这样的做是不务正业 好像你应该去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上班 好好的工作 那才是正业 我想通过今天这样一期节目 以及我做的这么一系列的案例分析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不仅这样子能赚到钱 不是传说 而且赚的钱远远比我们普通人在上班的 要赚的多的多 当然大家必须意识到 你必须能够持久的努力 把你的频道做出来 到后面才会有这种轻松赚钱的能力 就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频道 我估计我要做到大概180天的时候才能够开始赚钱 所以我会把我整个老胡的长征 从头到尾晒给你看 从我赚钱的第一天开始 到一直这个钱如何增长起来的 到我后面的每一个视频 哪一类视频赚多少钱 怎么赚钱 我的后台分析将来都会完全真实的展现给大家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从零开始最后赚到某一个数字 我现在定的它是100万这个数字 我相信如果你跟着我看 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我现在出定一个时间就是三年 我估计我应该能够提前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做老胡的长征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个人的成长 第二个目的或者是副产品就是让大家看到 这个东西是能挣钱的 个人在各方面成长了 顺带又能赚到钱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不希望等我赚到钱以后 来做一期视频告诉大家 讲你看我是如何赚到钱的 我做长征的整个的目的 就是让你看到我是怎么样辛辛苦苦的 中间经历了怎么样的挫折 方法策略上面的调整 或者是在很难坚持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挺过去的 我的视频的质量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提高 我在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调整打法 以及怎么样调整我的内容 调整我的策略 然后一步一步从零开始 最后赚到这个100万 完全的现在进行时展示给大家看 一点都不骗你 我也讲过我不会卖任何的东西给你 我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圈粉 然后卖一本电子书 卖一个课程给你 如果我将来可以做一个课程 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视频 在网上来赚钱的话 我告诉你 那个课程那本书一定也是免费的 因为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大的赞助商 来出这个钱 我不会免费做给你 但是我一定会让你免费得到 这是我整个商业的套路 我相信我是能做到的 如果你还有怀疑的话 我就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隔三差五回来看一看 看看我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好了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